大家好,我是一百 2000年1月1日,21世纪的第一天 47岁的普京站在克里姆林宫上 望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普京能感觉到的只有身上背负的压力 他回想起自己的特工生涯 普京有些唏嘘 当年的那个小个子已经占到了整个俄罗斯的最高点 但是对于普京来说 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克里姆林宫外面的寡头们 一个个也都张着血盆大口 在蚕食着这片土地 他们望向普京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普京面无表情,只有嘴角动了动 他说的是,这些人要么死,要么滚 1991年底,解体后的苏联 整个经济体系也随之崩溃 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时任总统叶利钦被美国欺骗 贸然采用了休克疗法来拯救俄罗斯经济 放开国内物价管控 取消收入增长限制 实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 大规模推行私有化 而俄罗斯当时私有化的方法是无偿赠送 当时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约为1.5万亿卢布 刚好人口是1.5亿 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了一张 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 可以凭证自由购股 可是,由于放开了卢布和美元的自由兑换 这样卢布迅速从1卢布兑换1.5美元 变成了100卢布兑换1美元 人民手中的财富瞬间贬值 证券也变得不值钱 寡头们趁机低价收购 当证券私有化在1994年6月结束时 俄罗斯的产业总值还不到120亿美元 并且,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 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 但只卖了72亿美元 而美国等国家承诺的援助 却一分都没有给过 整个俄罗斯经济瞬间崩盘 GDP直接腰斩 并且形成了犹太集团寡头 整个俄罗斯被几个商人控制 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撤换总理 但这还不是寡头们最辉煌的时刻 1996年3月 面临着选举危机的叶利钦 秘密召见了七位寡头 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 寡头们提供资金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确保叶利钦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 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在寡头的帮助下 叶利钦成功当选 而叶利钦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回报寡头 默许寡头们低价瓜分了俄罗斯的国有资产 每当叶利钦遇到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时 甚至还都会问问寡头们的意见 而这些寡头则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 一口一口的将俄罗斯吞噬 逐渐的控制了俄罗斯的银行 国家预算资金 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 石油以及绝大部分媒体 这也使得俄罗斯经济进一步衰败 直接导致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 意识到这一情况的叶利钦 曾经把那七位对他连任有功的寡头请来 劝诫他们 钱尽管挣 但别参政 但是此时 满头白发的叶利钦已经无力回天 这些寡头回去后也并不在意 在他们心里 叶利钦是他们花钱送进克里姆林宫的 如果叶利钦敢动他们 寡头们不建议再换一个代言人 整个俄罗斯此时都匍匐在寡头的脚下 这一切年轻的普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2000年1月 刚上任的普京召集了七大寡头 并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保留在叶利钦时代获得的一切 但此后不能再干涉政据 并且必须合法纳税 这些寡头们表面上答应了下来 但是内心都对普京嗤之以鼻 甚至还说 只要他们愿意 一条狗都能当总统 因为此时 克里姆林宫的政客 每一个都和寡头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他们来说 普京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寡头们的行为彻底惹恼了普京 在清洗了克里姆林宫的内部之后 毅然向寡头们宣战 而第一个被普京盯上的 就是俄罗斯传媒大亨 古辛斯基 古辛斯基出生于1952年 手上掌管着俄罗斯TNT地方电视网 七日报 总结周刊 商队杂志等多家媒体 还有众多电视台 广播电台 古辛斯基常常自比为俄罗斯的莫多克 由于古辛斯基与俄语中的俄是同根词 所以俄罗斯人也习惯称他为俄掌柜 并且古辛斯基对政治极为感兴趣 在独立报公布的俄罗斯百名政治家排行榜上 古辛斯基名列第11位 比俄罗斯当时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 和重要政治家排名还要靠前 在2000年的俄罗斯大选中 还支持了普京的对手 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 不断地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对抗普京 这自然让普京恨得咬牙切齿 即使被普京警告 他仍不悔改 于是在2000年5月11日 警方搜查了古辛斯基的集团办公楼 检查古辛斯基的税务情况 在6月12日 普京出访期间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 对古辛斯基突然采取行动 以涉嫌侵吞和诈骗国家巨额财产为由 宣布将他拘留10天 因为在1996年底 古辛斯基用25万旧卢布 买下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 国家电视台70%的股份 并且在合同签署12天后 该频道的负责人 在芬兰的个人账户上 就出现了100万美元的好处费 这笔钱的曝光 使俄罗斯检察机关 认定古辛斯基在其他地方 有类似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 消息一出 全俄罗斯一片震惊 正在西班牙进行访问的普京 回答记者说 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 这是总检察长独立做出的决定 而古辛斯基被捕后的三天里 俄罗斯的报纸 杂志 电台和电视台 全部都在宣传这件事 普京外出访问没人报道 恐怖袭击没有人报道 西伯利亚森林大火 也没有人报道 而古辛斯基如何度过 自己在监狱的第一个夜晚 和白天吃着什么 却充斥着新闻投板 200年6月16日 过于各方面的压力 普京在古辛斯基被关押4天之后 放了他 但是禁止其离开莫斯科 古辛斯基虽然释放了 但是他寡头朋友们却并不高兴 因为如果古辛斯基还蹲在监狱里 那他们就有了与普京对抗的理由 他们对古辛斯基的死活并不关心 出狱后的古辛斯基 感觉到了普京的决心 马上花费大价钱 偷偷跑出了俄罗斯 而国内的资产相继被查封 从此流往海外 在与寡头的较量中 普京轻松地赢下了第一局 因为这些寡头 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这给所有的寡头们敲响了警钟 普京并没有再开玩笑 他是认真的 但是即使杀了古辛这只鸡 还是不断地有猴子跳出来 下一个跳出来的 就是别列佐夫斯基 别列佐夫出生于1946年 是一位出名的学者 还当过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1993年 利用自己的威望 非法筹集了253亿卢布 收购了福尔加汽车厂 靠着跟叶利清的关系 又先后巧取豪夺了多个石油公司的控制权 并且同样把持着俄罗斯的部分媒体 与古辛斯基不同 别列佐夫在2000年的大选时 是支持普京的 但是普京并没有像叶利清那样心软 反而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这让别列佐夫心生恨意 于是开始利用自己麾下的传媒帝国 和自己在国内外政坛的影响力 猛烈抨击普京 并声称 可以让你生 也可以让你死 2000年8月12日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发生爆炸沉没 别列佐夫立即抓住普京 对这一灾难的处理情况 利用他们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 大肆向普京身上泼脏水 还扬言要为遇难者家属捐钱 当然事后证明他并没有捐 这时普京说话了 对这种慈善行为 我们赞成 最好卖掉地中海岸边的别墅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钱的 而税务总局随即开始调查 他旗下的福尔加汽车逃税案 并在11月开始传讯别列佐夫 因为调查发现 他控制了两家在瑞士注册的公司 内外勾结 把俄罗斯航空公司 在境外的几亿美金款项清洗并据为己有 但是嗅到危险的别列佐夫 火速逃往了英国伦敦 公然拒绝接受审讯 还叫嚣到自己洗的黑钱 用来赞助了普京竞选总统 在国外别列佐夫也并不老实 先后出资10亿美元 支持反对普京的组织 2006年甚至还派出特工刺杀 最终都失败了 而别列佐夫 国内的资产也相继被打爆出售 还输了在伦敦的官司 被判赔30亿英镑 妻子也在这个时候跟他离了婚 没了底气的别列佐夫 彻底认了怂 多次写信给普京道歉 想要回到俄罗斯 但是都没有回应 最终在2013年3月23日 被发现在玉室自杀身亡 两大寡头的相继逃亡 让其他人都老实了很多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不甘心的人 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 霍多尔靠着手中非法窃取的 尤科斯石油公司 一跃成为了俄罗斯首富 这也让霍多尔内心开始膨胀 想着寡头们曾经的叱咤风云 他心里十分的不甘 于是在2003年2月19日 在和普京一次面对面的公开会议上 霍多尔向媒体讲解了一份 关于俄罗斯腐败的文件 霍多尔声称 72%的俄罗斯人 对司法系统毫无信心 整个司法界都烂掉了 还提出涉及普京亲信的腐败事件 俄罗斯石油公司 用6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较小的石油企业 北方石油公司 收购价远远超过该公司的实际价值 霍多尔认为这笔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说腐败正在俄罗斯蔓延 腐败的根子就在克里姆林宫 安静的听完霍多尔讲述的普京说道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但是有些公司 如尤科斯 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 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些储量的 也应该纳入腐败的范围 还有 霍多尔 别忘了你的逃税问题 普京的话讲完又把问题抛了回去 这样所有寡头冷汗直冒 都恨不得堵上霍多尔的嘴 并且这场会议被俄罗斯全国转播 这让普京与霍多尔都已无路可退 会议结束后 霍多尔拼了命的讨好美国等国家 靠着出售俄罗斯的国家财产 以寻求庇护 这让普京怒不可遏 2003年6月 霍多尔身边的人相继因为偷税漏税问题被逮捕 并且安全局向霍多尔发了一份传真 要求他因为尤科斯石油公司 纳税时存在的问题 向总检察厂办公室报道 但是此时的霍多尔已经胆大包天 或者说是有些天真 完全无视了这份通知 于是在10月25日 霍多尔乘坐的飞机 在西伯利亚的机场加油时被捕 2005年5月31日 在经历一年的审讯后 霍多尔被判处了9年监禁 被押往了西伯利亚的一家监狱服刑 而霍多尔公司所欠税款达到了175亿美元 加上罚款达到了270亿美元 于是被拍卖给了一家名为贝加尔财团的公司 贝加尔财团随即被国有公司收购 尤格斯也成为了一家国有公司 这让普京背负了不少骂声 但是对于他来说 个人荣辱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值一提 霍多尔也被关到了2013年才被特赦出狱 出狱后火速逃往德国 至今不敢再随意露面 至此剩余的几个寡头也如鸟受散 不是破产就是外逃避难 只有弗里德曼一直老老实实 成为了俄罗斯著名的企业家 再也没有寡头胆敢染指政治 普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竞选时的承诺 而他也从一个普普通通 没什么名气的政治新星 成为了一个广受俄罗斯人民爱戴 并赢得外界尊重的国家领导人 普京为俄罗斯做出的努力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虽然保贬不一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普京的个人魅力 普京的办公室里 也一直挂着一副彼得大帝的照片 而当人问普京有什么梦想时 普京的回答是 我希望有一天 俄罗斯人能够说 我为生在俄罗斯而自豪 我为生在俄罗斯人 我为生在俄罗斯摩战